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 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 这一系列课程 好 在上一节课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讲解了这个CafeScript的基本用法 相信呢 大家对这个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一个认识 然后呢我们的客户任务就是 将如下代码进行一个改写 不知道大家做的什么样呢 好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学习这个GAP 那么首先 可能有同学就要问了 那GAP是什么东西呢 嗯这个问题 相信 刚刚听到这个词语就想 都会去想知道 GAP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前端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构建工具 那为什么前端的 需要有这样一些工具呢 这个我们在下面的一个学习中 会为大家讲解到 那么它的官网呢 是这个GAPGS.com 这里我已经打开了 可以看到 相当简直的一个官网 好 在讲完GAP之后 这个是什么之后呢 可能大家对它已经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印象 那它能做什么 怎么做 就是大家接下来需要了解的 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个GAP 如何去安装 安装的话非常简单 就直接执行这样一个 NPM的一个命令 就可以安装好了 好 我们先来 做一下这个事情 好 我们这个取个名字叫GAPTest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选用Sublime Text这个工具来做 好 好 我们把它看一下 打开这个栏 拖过来 好 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文件夹了 然后我们再在里面 新建文件 注意了 既然我们说到了 用CafeScript 那我们这里为什么要新建一个这样的一个JS文件呢 因为GAP的话 它本身默认的情况下 它是只认识这个JS文件的 所以它的入口点必须是JS文件 那这个名字能够改变吗 答案是不能 因为它的这个默认约定里面 GAPFile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文件名 所以它呢 是不可以变化的 就是它 那如果我们怎么来安装这个GAP呢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台里面 执行NPM install GAP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GAP全局安装一次 安装好之后 我们还需要在本地再装一次 那么就可以跑起来了 好 这个我们先等它慢慢装着 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的这边的东西 好 说下去 安装好之后 我们就要来学习GAP的使用 在学习使用之前 我们要看一下它有哪些作用 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在前端开发的时候 这个工作流程的一个对比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流程的话 我们会要设计到什么东西呢 新件目录和文件 然后呢是拷贝文件 第二步呢 主要是我们的一个编写代码 第三步就是刷新浏览器 然后呢来看我们的这个效果 第四个就是代码构建 代码构建呢 这个是主要是发布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HTML进行一个压缩 然后NAS呢需要进行编译 还有CSS JS代码 这些都需要压缩 甚至是合并 那这些的话 那这些的话 都是需要我们去调用 不同的工具去做处理的 那如何才能把这些工具整合在一起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前端构建 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一下 那这个正常的工作流程里面 这个刷新浏览器 刷新后 刷新浏览器的 这样一个操作 是非常耗时的 然后代码构建 也是非常耗时的 那这些操作 能不能省略呢 而且让它自动化呢 可以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前端 自动化构建的一个工作了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用的工具有grunt gap 当然 还有更多 还有许多工具 但我们这呢 主要是讲gap这工具 在自动化的一个工作流程里面 我们主要是 当然 步骤也是这四步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 一次性把这四步全部完成 那这样子的话 就相当的快捷了 好 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对比 正常的工作流程和这个自动化的一个 是耗时的一个对比 看新建目录及文件 这个三到五分钟才能搞好 自动化的话只需要三秒 编写代码的话 这个这个我们就不说 因为这个的话 是通过一些插件来实现的 第三个是 就是我们编码 然后验证 就是刷新有量器这个操作 这个的话在正常的工作流里面的话 我们就需要 写一段 然后刷新一次 相当缓慢 然后自动化的话就是 当我们的文件有变化 那么它就会启动自动刷新 相当快捷 这个构建的话就是最后的这一步 在正常的工作流程里面 是非常慢的 如果你的工具齐全 那么三到五分钟就能搞定 如果你的工具不齐 那么很抱歉 一步一步来 半个小时应该差不多 但在自动化里面呢 这个东西只需要几秒钟就能搞定 所以它们的一个差异是相当大的 从这里呢 我们也能够简单的一个看出 自动化的这个构建的一个作用 当然也就是我们这个GAP的一个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安装好没有好 哦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 注意了 我们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版本 注意看已经有这个版本了 所以说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刚刚我说过了 如果直接在这个地方执行GAP 看一下 它会说我们找不到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在本地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目录下 再安装一次GAP 这个需要注意 需要安装两次 这一次的话 它是在我们这个目录下去安装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装一下 好 接着装 我们就来看我们这边的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GAP的一些作用 那我们这儿为什么要选用GAP呢 这个就涉及到它的一个优势了 看一下 它呢是 easy to use 什么意思呢 非常简单的去用 非常简单的去用 待会儿的一个演示代码会为大家揭晓 为什么它说它非常简单去用 因为几句代码就可以开始跑起来了 第二个呢是我们 什么Efic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高效 为什么高效呢 主要是因为它不会去操作IO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代码的话 对IO的一个操作是非常耗时的 如果频繁的去生成IO的话 那么就相对比较慢 这个呢也是一个grunt的一个劣势 所以这个GAP的话就 弥补了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就直接不通过牛的一个顺序操作 就完成了 它就不会去频繁的操作IO 所以呢执行速度非常快 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高质量 为什么高质量呢 主要说的是它的一个插件 因为GAP里面的话它的插件职责非常单一 所以呢它的代码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这个其实对比的也是grunt 因为grunt里面的一个插件的话 它不仅仅要做自己本身的一个事情 它还要去负责文件读去文件输出 这一与它与插件无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它就显得不是那么单一 第四个特点呢它是easy to learn 就是非常易于学习 为什么呢因为它API少 API少就意味着我们要学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呢它就是非常易于学习的 我们来简单看它的一个API 它的API全部在这个里面 其实呢是它的getHub一个开源地址的一个东西 好我们稍等一下等它打开 这个都比较慢 好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 说完优势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它的一个对手 也就是grunt 其实在Gaub刚开出来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取代grunt 当然现在的话它的一个它也大致做到了 作为一个开发来说的话 很多时候就不会去选用grunt而选用Gaub 好看一下它们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已经刚刚说过了 grunt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也就是完善 完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它的这个插件库非常庞大 目前为止的话 这grunt的这个插件的话大概有好几万个 然后Gaub的话可能只有几千个 不到一万 一用的话就是grunt它的这个配置的话 都是只需要参考文端性简单的一个配置就可以用了 它不需要学什么API什么东西的 只需要按照特定的格式去配置就能够用起来 当然缺点刚刚也说到了 它的一个折行速度是比较慢的 因为它会频繁的去操作IO 这个是他们两个的一个简单比较 更多的内容的话可以下去去了解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这边的一个命令 有没有也好 好其实的话它这里是一个向导 也就是叫我们怎么去做 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步骤吧 第一步安装Gaub global就是全局安装一次Gaub 看一下就刚刚我们做的这个操作 只不过我们把这个杠机释放在后面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开发依赖中 进行安装这个Gaub 也就是我们刚刚执行的 npm install Gaub 这个命令就是我们的一个目录下去安装 那么第三步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 就是创建我们的Gaub File 好那这个事由的话我们就来写一点代码 好 进出了这个Gaub File的Gaub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load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写的这边就直接 使用load的那种写法去走就好了 在load里面我们要引用一个包的话 我们就直接定义它 直接用reql 然后来引用它 然后呢 再来使用 好我们可以放大一点 好 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这个 是一个table键 实际上的话我们更需要用的是什么呢 两个空格 所以这个呢有什么办法处理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去处理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默认设置 这个地方稍微提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sublime的一个使用里面 如何去配置 看一下这里一个table size等于4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因为我们找到它是table 它的这个setting的话就是说user 然后来覆盖default 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去写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改成2 所以呢我们看这边 在此 table是不是变成2了 但是注意一点 它还是table键 table和我们这个空格是不一样的 空格是两个点 所以呢我们还要找 关于这个的一个table 转换成空格的一个参数 注意看下面这个 如果为初的话 那我们就会插入空格 当这个table按下的时候 所以呢就是它这个参数 我们就再来配这个 初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看按下table ok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 当我们这个代码 不管牵运在哪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这个 它都不会因为table键的这样一个 不一致 导致它这个显示有一些错乱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这用的是 空格来代替table 然后每次塑进两个空格 好 这里是稍微提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随便写一句 代码 hello gap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先跑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们再来说为什么 gap 好 注意看这里报错了 呃 很明显这儿是 能当时写错了 好 我们把它清掉 再来看 看一下 是不是打印出了我们这个 hellogap 这个东西 说明我们的这个任务 已经执行成功了 那我们再来解释 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意思 首先呢我们这个 要引入gap 这就是第一句话的一个意思 第二句话呢 是它的一个API 叫task task里面呢 就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名称 然后第二个呢 可以是它的一个方形 也可以是它的一个依赖 那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 可以 我们可以知道 当我们 default 当我们执行这个gap指令的时候 它就会默认去调用这个default 比如说我们改成 console 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执行gap的时候 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说没有找到这个default 这样一个任务 那我们就能不能跑了吗 不是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gap 第二个的话就是直接我们的一个名称 来进行执行 看一下 我们这个hellogap也已经打印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是gap的这个命令的一个执行方式 如果直接输入gap 那么它就默认会去找我们的default task 否则的话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这样一个task name 好 这个呢是它的一块的东西 我们看这边的一个 注意了 好 其实你都已经写完了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它的这样一个api 到底有哪些东西 第一个src src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给读取到 也就是将文件转换成一个流 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件的一个选择 后面就是跟它的一个参数 看这些参数都可以的 第二个api的话就是就是输出 利用这两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复制的一个效果了 读取文件 然后输出到指定的一个目录下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复制的一个效果 好 这是第二个参数第二个api 然后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watch 注意了 就是说坚持我们这个文件变化 如果有变化 那么它就会执行我们的watch 我们这走掉了吗 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task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定义任务 定义任务的这样一个api 就是task 好 这个呢就是它这里面的几个api 那除此之外 看一下 这里只有四个 那为什么我们说有五个api呢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api是过时的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来测一下 好 我们这儿再写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又该做些什么东西 看一下 它这个gap run 有没有执行 其实它掉了task 然后呢 才是我们这个hellogap 但是有一点警告 看一下 gap.run呢 它是已经过期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够再尽量不要去使用它了 因为它说不定哪个版本就已经不见了 实际上在这个 它的这个4.0版本里面就已经不见了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尽量不要用这个run 好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使用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任务的一个依赖 比如说我们的这儿 我们还是改成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做法 默认任务要有 然后呢 我们也有一个很多一些依赖任务 比如我们的这个task1 然后呢 是我们这个task2 再来一个task3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想我想在这个 default里面 执行task1 你可以怎么办呢 在这里做 在这里做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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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1 然后是task3 那如果说我们要想task3先执行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会在task3 依赖task2 那这个时候的话 哦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要让task3先执行 那我们就必须要让这个task2 依赖task3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有依赖关系 所以呢 他们就会 有排一个重新排一个序来执行 3 2 1 对吧 其实实际上 他们这三个是 并行执行的 如果让它串行的话 就必须通过这样一种 依赖的一个方式去做 那这样有什么坏处呢 也就是每个 每个任务已经不独立了 如果我要改一个任务 那么我们 它涉及到一些 各方面 都会需要去改 所以这个呢 是不推荐使用的 实际上的话 正是在做构建的时候 我们完全就不会用这个东西 因为用上它之后 我们这个任务 就已经被固定的死死的 它不灵活 所以说呢 是不太好的一个做法 那么什么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呢 这个呢 我们就暂时先换个关子 到下集合再说这个 如何去实现这个任务的一个依赖 就是变形和串行的一个做法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GAP的一个东西 那还要说 我们先看这吧 好 这就是一个 这两个 然后呢 这是GAP的一个插件 光看GAP 我们能做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们能完成的事情 还是不多 因为它就这么几个API 相当简单 那如何来 用它来做更多的一些事情呢 我们靠的全是这个 GAP的一个插件 当我们使用很多插件 来配合之后 那么这个GAP就显得非常强大了 比如我们可以合并文件 然后呢 替换文本 也可以压缩JS 压缩CSS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这里面呢 是我们主要用的这几个插件 这几个插件怎么用 我们会在下几个搭建这个 构建的时候 来讲解 这样呢 再为大家演示几个API 就我们刚刚说到的API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来新建一个文件 index 同样 我们也要先给它 加点内容 加内容 我们就暂时可以不用管它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任务是 要做什么呢 当我们要执行GAP的时候 第一步 我们是肯定是想要什么呢 把它复制到我们的主题的一个文件夹去 也就是 Copy 好 我们这没有做没有什么依赖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第一个API SRC 它的做法其实就是复制我们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Pipe给 新的一个API 放到我们的一个目录下去 好 所以呢 它是依赖它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执行一次 会做什么效果呢 好 Start 然后Finish 注意看 我们这边就已经生成一个Dist 然后我们这个EDEX 已经进去了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其实有点像复制 也就是把我们的一个文件 考进去 现在的话 其实就用到了我们 SRC Dist Task 三个了 三个API 那我们还做什么 什么东西 事情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Watch Watch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有变化的时候 注意看 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GAP.Watch 这个东西了 当我们的Index.html有变化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执行Copy这个任务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Watch给启动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再执行一次 注意看 这里其实没有 并没有退出 而且Default也打印出来了 然后Watch也开着的 这个不要啊 我们再来看 这个里面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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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 加上内容怎么做呢 Hello GAP 注意了 我们直接保存了 我们看这边 这边已经重新执行了一次 Copy 你看 我们这个Dist里面就直接就变化了 我们还需要 做什么东西吗 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 只需要 尽情的写我们的代码 就已经好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 再去做我们额外的一些事情 好保存 注意看我们这边保存的一个地址不对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没有被监视到 所以它是不会做处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边 写一个 看一下 执行了一次 Copy 然后这边 已经跟上来了 当然我们直接删掉也是一样的 Foot Copyright 注意了 看一下 这边已经同步了 当然我们接触插件还可以直接 不仅仅是同步 还能自动删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当然这个是下节课我们的一个内容 好 这节课的一个API的这部分的话 就先讲这么多 看一下 其实它已经涵盖了这个GAP的一个所有的一些API 包括Task Src Dest 然后Watch 也就是它这个四个API 然后那个过时的我们就刚刚也演示过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GAP的一个基本使用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 给大家做一个客户任务 第一个什么呢 安装GAP 编写 GAP任务 监视 文件 变化 好 这个呢是留给大家的两个任务 那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的话就 到此结束 我们下节课再见